飲料杯蓋中央的吸管孔 有块圆圆的塑胶片 竟然会脱落掉到杯子里 有民众饮料喝到最后 看还有冰块就打开杯盖 加水大口喝 结果就吞下了这个塑胶片 医师利用内饰镜将塑胶片取出 幸好食道没有受到严重损伤 听到这个之后 可能之后再注意一下吧 小心点喝应该不会吧 医师表示这种情况很少见 乌吞异物 儿童常见的有电池 弹珠 灵浅等等 成人以鱼刺骨头较多 如果是无毒物品 还在胃跟食道的位置 可以用内饰镜取出 但如果已经进入肠道 就要留意是否有腹痛 常穿孔情形 可能要手术取出 你千万不要吹吐 因为吹吐当中 这个异物可能会伤害到 你的食道 或者是一些内部的器官 如果是误吞 可能造成腐蚀的水银电池 或者是会夹住肠壁 导致肠坏死的磁力球 这类物品 更要赶紧就医 寻求协助 研判这起个案 可能是杯盖品质不佳 才造成插入吸管后 塑胶片脱落 建议多自备环保杯 既能保护环境 也能减少这类风险 大爱新闻 张贵丹 林新宏 余建新 中部综合报道